这个2017年川普上台 其实川普在2016年竞选的过程中间 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他要强势的对待奥巴马时期签订的一些协议 无论是国内的健保方案 还是国外的针对环太平洋经济圈的一些决策 他要求上台以后 他如果胜选他会做一些调整 同时他提出要美国重新辉煌起来 把工作机会带给更多的美国人 就制造业回流 他要重新创造一个制造业巅峰的美国 川普获得政权的时候 其实正好赶在中国加入世贸15周年 那么按照约定的话 15年过去了 你应该给这个中国一个市场国家的定位 对吧 但是欧盟美国 日本都拒绝了 美国当年的态度 其实不仅仅是奥巴马 也有下一任总统这个川普的意见 川普呢不仅仅发表了他政见 而且他做了一些违背政治原则的一些事 他没有跟任何方面协调 他就跳过这个中美之间联合公报的精神 直接与蔡英文总统进行了通话 就我们把它称为叫川菜通话 那么川菜通话呢就是一个表示 就是美国有一批政治家 或者说政客 以川普为代表的这群人 他们在重新掂量 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么与台湾关系法对美国人来说 它是一 它是一个法律 是需要受到尊重 那么尼克松总统和这个 中国当年签订的这个三个公报 它是有一定的对政府 对美国的国策是有一定的约束力 但毕竟不是法律 所以美国政策的变化 从川菜通话开始就已经很明确 我记得去年 至少有14个月以前 我谈过这个问题 就关于这个台海问题 那么我最后在总结性的第五集里面 我应该结尾的时候 是有过这么一句话 台湾逐渐成为中美博弈之间的一个妻子 很遗憾 这个决定权不在台湾政客的手上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吧 甚至每一个 中华民国总统职位的竞选人 为了获取美方的支持 都在 这个 割空跟美方喊话的 亲自到美国来拜访 也有 就事先做好沟通的 也有 那么 我们看到的 中美之间的博弈 当年是没有人能想到是从301上面开始 大家都认为 只不过是一个 就是说 整个从意识形态一直到经济上的对抗 极有可能要发生 就是这个 趋势是有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节点在哪 那么从去年3月份开始 我们看到了一个明确的攻击 美方的贸易301 其实是针对 中方肆无忌惮的 十几年来的 这个攻击的一个回应 就真正讲起来 所谓的贸易战 开战方并不是美方 美方只是还机 在前两任政府没有明确的遏制住中国的破坏游戏规则 破坏了整个国际经济政治 这个游戏玩法的这个框架上 那么美方开始一个明确的狙击 对吧 他找到了一个点 所以去年的4月份 我就连续出了两个视频 关于这个贸易战的问题 我说这个贸易战的本质是制裁 是吧 这才已经开始了 放弃幻想了 那么提出这种观点 其实也是针对西方上谈以后 几年的这个内外决策 导致的美方的这种反击 包括川普的上谈 其实都是美国正在反击 因为他用一种非常规的操作 在推翻前几届政府的承诺 就政府前的承诺 其实已经被推翻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推翻自己承诺的事 对的 国际政治中我们把它或者牺牲为叫自弹精业的事 是吧 说过的话 他把它吞回去了 你比如说在南海不进行这个军事准备 不把人造导教 对吧 原先中方的一些承诺都被他们违背了 那么中方同时也承诺不在国际互联网中 进行对美方的刻意的攻击 就有组织的攻击 有政府背景的这种攻击 现在我们看到了攻击没有被停止 那么不断的上演攻击的戏码 甚至还拓展到通过这个手机系统 轻入手机系统 通过软件回放一些地址定位 甚至熟识的派打的笼罩 是吧 做一些回传 信息的回传 包括这个5G系统里面 就美方现在怀疑你有后台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这些争议 它的背景都是在习放上台以后 你这一届政府在没有换人的情况下 你原先的约定就国际承诺 被你自己通回去 对吧 我以前在老国的时候提过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这届政府 他上台以后 他把胡温时期的一些国际承诺都吃掉了 包括这个江泽民时期 在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的时候 江泽民政府是对乌克兰有过国际承诺的 如果说发生战争 我们会尽可能调停制止 不让战争发生 你放弃核武器是因为有中美两个核大国在为你背书 因为中国离他很近 而且他也是上河的成员 是吧 那么乌克兰就选择相信中国这么一个老朋友 这么多年以来 他把前数年时期的武器人卖了都卖给中国了 对吧 他对中国的帮助应该来说在军工方面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期间 就克里米亚半岛战争期间 中方放弃了自己的国际承诺 江泽民政府答应的事 习近平政府没有做 什么事都没干 对吧 好了 这算是比较大的 那么胡温时期也是一样 胡温时期 中国政府曾经答应 答应非洲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小国 中国会给你一些援助 所有的这些援件 我们知道它背后都有很多故事 我们就只谈援件 你双方已经签署过备忘录了 按理说你的国际承诺 换一届政府跟执行国际承诺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你毕竟不是说 两党 或者说有反对派上台 这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目前中国还是共产党执政 但是我们看到了 非常惊讶的看到 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推翻了原先原件的项目 他把它收回来 重新审核 有一些原件的项目 就被取消了 你可以说 上一届政府贪污了 上一届政府有一些这个 往外的这个 走前的一些方式 属于腐败 我们国内 必须要 这个打击 十八大以后 不收手的 这些人 那么查处到 顺藤木和阿玛 查处到这些东西 必须要做 但是你原先 对外国政府 尤其是这些小国 你对这些国家的政府的承诺 你为什么也一并舍弃呢 是吧 这是有损于一个 大国形象 中国政府不仅仅是对美国 对他所加入的这个 失败组织 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他对其他周边的小国 或者非洲 他曾经援助过 现在也正在进行援助的一些政府 当年 前届政府的一些 承诺 他也推翻 所以中国政府 做了很多事 就是习近平这些政府 做了很多事 你是不能用常理来推倒 就是他完全违背了 这个国际游戏中的一些承诺 就是有一些规则 其实是被文明国家遵守着的 那么他都打翻了 打翻了以后 他现在冒出来 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呢 他要做一套自己的系统 就是他没学会走呢 他就要领跑了 他甚至认为 一个国家是可以和平崛起的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是和平崛起的 每一次崛起都意味着战争 而且都是战争的结果 决定了成王败后 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 国际政治中 没有什么绝对的正义 这是不现实的 不要单纯的把这个正义 和这个胜利联系到一起 往往我们是先看到胜利 然后再看到正义被执行 那么如果说邪恶的一方 获得了胜利 可能正义 就被换了一副面孔 这是人们不太愿意承认的 其实在国际政治中 这是经常上演的一出戏 那么 习胖又推翻了这个国际承诺 然后呢 又违反了这个国际交往中的一些规则 无论是对美国的还是对其他国家的 那么他就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言而无信 对吧 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他的在国际上的这个威望 就会逐渐缩小 所以你打击他的时候 其实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 没有人会出来制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欠车 是吧 他要早打 这你没办法 对吧 你打他的时候 连拉偏价的都没有 我们现在在国际社会中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中美之间发生问题了 其他国家最多也就站出来说两句牙疼话 没有人完全站在中国这一边 这是不现实的 是吧 我们历史上一直认为中国是有几个老头 没有 是吧 前段时间我给大家数过一回 大概有14个 现在应该来说 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没有 就有的话说话也没什么用 就离中国太远了 非洲的一些小国 欧洲的一些小国 彼此大的地方 是吧 你不要去管它 那么 靠中国比较近的就是一个八帖 是吧 八帖其实也不铁 因为现在上台的这个人 就是靠 宣传一些 要遏制中国 要警惕中国 宣传这种政治观点 获得总理职位的 所以你指望他多侵华 不现实 是吧 中国开大会 他来 来的目的是为了拿钱 对吧 拿好处 或者中国答应的一些承诺 包括这个中巴经济走廊 是吧 已经缩水无数遍了 双方都在调整一些项目 但是最终呢 所谓的中巴经济走廊 对巴基斯坦 是有利的 最起码 对巴基斯坦的基础建设 是有利的 人家不管怎么样 他是一个国家的首脑 他会为自己本国的利益 去考虑 他不会考虑太多的 其他层面的问题 他主要还是考虑到利益 所以呢 他即便警惕中国 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 在中国身上 再拿回一点钱 这种想法 因为他毕竟还是要挽救 本国的经济 发展本国的经济 你从这个 菲律宾的 都特尔特的身上 就看到应该很明显的 一个例子 对吧 他每次来 他都拿钱 对吧 那么他拿完钱以后 回国 该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 该抓中国籍的这些 犯罪分子 还是找抓 该这个 把 岛礁之间的争议 递交到联合国 还是递交到联合国 是吧 有了判决以后 他捏在手上 隐而不发 那么缺钱了 他就叫他两声 中国政府 马上就跟他再 继续谈判 希望他们 别招咬 是吧 美军已经在南海了 你再叫 再叫就把美军 勾搭来 其实 这种做法 都是很幼稚的 不知道 中国的智狼 给这个 这些内阁 起了什么样的 这个 教育转化的工作 其实 菲律宾是美国人 解放他 美国人协助他 脱离了 殖民地的状态 独立建国 对吧 所以菲律宾和美国人 他天然的会走在一起 而且二战还有一个 八战的死亡先军 我们都知道 这个 麦塔斯 这个 他的 口号 就是要打回去 对不对 菲律宾的第二次解放 也是美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能认为 你中国有可能 与菲律宾的关系 处得比美国还要好 是不是 你拉脚和根想 也应该想到 作为菲律宾来 菲律宾政客 或者菲律宾的民众来说 抱大腿 他也会捡美国抱 怎么会捡中国抱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的一些事 都是 你用常理 无法去理解 这个东西 追根作远 还是希望这一届政府不行 就这一届政府 你无论推行什么样的政策 他决策的这帮人 他的眼界普遍有限 我们看到的一些 就是说文凭很高 这一届里面 其实也有好几个博士 对吧 但是说句良心话 没有一个是靠读书 读出来的 包括这个 我们知道的这个 专业领域 希望从这个 幕僚走向前台的 这个王沪林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而且王沪林在党内的位置 确实也不是很稳定 一个呢 就是说属于那种 三姓家努 所以他服役了 三代领导人 就三个领导人 从 蛤蟆一直到这个面谈 到这个西套 那么 他在党内 没有树立任何 一个方面的权威 就他搞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没完成功 只是在表面上 能够形成一个 好像貌似无忌之下的东西 其实他并没有 获得绝对的成功 所以呢 在党内他没有基础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学生 被抓的抓 被批的批 是吧 还有逃亡 其他国家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来说 看到的中国是很混乱 这种混乱 是因为中共 本身他执行的这个马列主义造成 所以他的这个主义是西方来的 然后呢 他又宣传要 抵制西方文化 对吧 你这个逻辑就形成不了 是吧 你本身执行的是德国的思想 对吧 发源于德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思想 完了之后 你又要抵御西方文化 对中国的这个侵入 是吧 你要占领校园 占领这个 占领那个 是吧 你让我们大家唱国歌 是吧 那么完了之后呢 你宣传完 中共夺取政权 你又自己 民众 对政权发生质疑 人家还没颠覆你呢 你就给人家三动物颠覆 或者颠覆罪 是吧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都就是一个 死保自己执政地位的 这么一个 已经退化了 腐败的道 就这个党 曾经啊 他有可能确实有过 他的理想 但是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 对吧 中国的问题就在这 最大的问题是 自身 没有一个信仰 不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现在是全中国人民 没有一个明确的信仰 在这种情况下 又恢复到一盘三杀 就是除了共产主义 啥到信 就是不信共产主义 对吧 你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 八九千万党员 还是这个中国的民众 其实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统一中国形成合力 唯一的办法 就是打台湾 对不对 能不能打在其次最起码 你可以通过它 较量一下 现在中国唯一能团结 全国人民 这个心愿 就这么一件事 别的它好像 真没什么路可走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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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